你最高近500代表你的成本是蠻低的啊 我覺得我也經歷過他那種 就是從 從100 200 300 400 500到1000多 1300 你進場的價錢多少 我當時進場 其實我都有分批這樣買 我最高的時候 我還趕進去的大概是500多塊錢 對 然後後來到了1300 那時候其實還覺得說 哇 自己怎麼這麼有眼光這樣 你最高近500代表你的成本是蠻低的啊 1300你會賣 有 然後但是後來就到了1300嘛 然後大概就是有下來 你就覺得也還好 就不怕嘛 就是以我的個性 就是我在股票上的那種個性 我就是會抱很長的人 就零頭而已嘛 也不是零頭 就是不怕啦 就是我就想說反正放了就是 我是現股啊 我能差到哪裡去 然後我覺得我的成本也不算過高 我想說講話的是正公啊 應該也不是前妻 就講到正公也出問題這樣 對對對 結果後來就一路跌 一路跌你就又不敢 又不敢賣 因為你捨不得賣 你會覺得500多跌到280 你還能買 你還能賣嗎 這時候280不進去買 怎麼對得起自己 500多你都敢買了 200就再進去了 哇 那一路又大概下來 後來真的看苗頭真的不太對 大概差不多就100多的時候 把他全部就是全部砍斷 然後就到如虹那邊去了 這一檔真的是血流成河 像長江的江水一樣 滔滔滔滔滔 完全潰移 你去不互回 換到如虹變四倍啊 沒有換到他剩四分之一 沒有這樣來回來回來 36塊所以你應該 你賣得好 你賣得好 你來一回差很多了 你這樣好安慰喔 這一檔紅達店虧多少 至少三四百跑不掉啊 哇 一定跑不掉 大戶耶 真的 虧掉一張大力光差不多 你不要在家裡 不要再提這個事情 對 大力光 哇 我覺得這個一定很難受 因為你1000多沒賣 對 就100多賣 對 差差1000多塊 是是是 然後我還敢坐在這裡 跟人家分享 代表你走出來了 對我走出來了 繳了多少許缺費 滿療癒 因為很多很多虧錢啊 對 為什麼很奇怪 我們長那麼多就是捨不得賣 人性很奇怪 我覺得只有人性耶 所以我覺得那個 真的能夠再賺了 股市 你 不 這種心態很難形容耶 你就覺得說 應該可以再 不然你要等2000再賣 我也不曉得 當時怎麼賣 反正那時候外資看1680 結果到1300 我覺得跟個性有關係 他其他的股票通通報得很緊 所以理論上來講 以他的個性 他覺得我500塊買 我有什麼好怕的 對 那想不到 想不到一些千年 所以有的要抱久一點 有的要抱短一點 這真的是一個學問 這真的是一個學問